高估中国 军事实力 外交实力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整体的这个实力 但是呢 美国是一个资本国家 美国是一个两党政治国家 它在很多的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行动呢 受制的因素非常之多 不像在中国 我最高决资层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没有任何的反对的声音 但是在美国 出很多声音的牵制 不但是声音 甚至是利益的牵制 所以我就认为了 美国要单独和中国进行一方较量 热战可能会打个影 冷战可能呢 就未必了 因为冷战我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一个柏林墙 如果你只是在美国这里 建立了一个 在针对中国的柏林墙 而中国也可以去欧洲 去澳洲 可以去日本 那么你等于美国 我把自己在某种程度上 去于一种孤立状况吗 所以我认为美国单独和中国的较量啊 是使这个冷战也好 或者是隔离之战也好 或者是竞争关系也好 很难能够完全取得胜利 不盈利 我也不能说讲得那么绝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美国应该跟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联手在一起 和中国进行这场较量 但是能不能联手 大家有所怀疑 那么因为西方各个国家 他们各有各的利益考虑 同时呢 这些年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把这些国家呢 也不放在眼里 提出美国优先 提出要向这些国家呢 一个一个国家来进行 所谓的这个贸易政策的重新调整 进行重新的贸易谈判 在很多的国际城坡呢 川普总统对他们这些西方的 原来的美国的盲国的领袖们呢 很不可启 那么我就在讲究说 川普总统似乎意识了这个问题 他想有所调整 六月份 他希望能够的七国高峰会议 在华盛顿能够召开 到现在为止 我似乎只看到日本的安排首相 要到美国来 我不知道陈小平博士 有没有看到别的国家 也已经答应了 来开这个七国高峰会议 能不能开得成 如果开成了的话 七国高峰会议 有没有比较实质性的 有利的统一行动 我在这个时代 我前面有些话题我们前面也谈过 我丝毫对这个机器会议 不抱什么希望 因为去年的机器会议实际上也面临同样的香港问题 只是今年的情况比上一次要更加恶劣 那个在在上一次这个机器会议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有一个决议 对不对啊 重申香港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极其重要性 并呼吁避免暴力 那么机器会议呢 达成这个协议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到现在英国法 德国和法国没有表态 这是纯兴在装窿子啊 对不对 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表态 德国去年 默克尔女士说的最重的一句话 是他一边带着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 跟李克强对话 一边说啊 中国和香港应该对话 这就是默克尔女士的做事的做派 这还是欧洲的领 欧洲的领头羊呢 那么今年我们指望的默克尔能有改变吗 很难啊 对不对啊 法国啊 去年他是这个机器的东道组 我看到的消息啊 说法国对香港问题基本上没什么兴趣 那么过了一年 他会对香港问题有兴趣吗 我很难 很难相信法国在这一年对香港问题有一种非越性的认识 再看看意大利 在机器里头跟北京跑得最近的 是意大利 他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 对不对啊 我不知道意大利在这个时候能说什么 这七个里头去掉几个呀 去掉了三个 再加上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这一次在跟北京的表现中做得不错 他应了一回 但是我现在看 蓬佩奥这次去接受采访 他就谈到了澳大利亚下面的一个中 也在跟北京谈一带一路 再加于一带一路 对啊 北京这个 蓬佩奥 蓬佩奥无情是接受天空访问 你讲的是那个访问吧 对对对 这个北京利用这个西方的这种联邦制 北京利用了西方的联邦制 这样一共进攻的缝隙 成功的渗透了西方的这个制度体系 之类 他知道这个这不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啊 中央说话 就只是在外交国防领域可以说话 但是在一带一路这种经济问题上 经贸问题上 这种权力属于这个联邦体制下面的过周的 因此北京成功的利用这样一种西方联邦 他在国内是恨死了联邦制的 你只要谈联邦制他都把你弄到监狱去了 林巴宪章为什么这个 李小波进监狱 核心问题就是他既谈联邦又谈宪政 而他们知道联邦制是北京打西方的一个牌 可以从这里打进去 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公路了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拿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都是这个工党控制的 这是在这里有三个半了 对不对啊 那么日本当然是美国跟着美国走 对不对啊 但是日本跟中国食的太近 他要考虑到你相邻关系 那么看英国 英国到现在关于相关问题有说话吗 你把这些人一个个的数 对不对啊 加拿大只是表示关注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见 有谁坚定的跟美国站在一起 要对北京发出制裁的声音 几七国家一个都没有 这个世界现实还不残酷吗 我们老河刚才谈到了美国这个 冷战和热战跟中国的对比的问题 我呢跟老河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我从来不怀疑美国打冷战 和美国打热战 能完胜中国 美国中国绝对不是 军事不用说了 中国绝对在冷战上不是美国的对手 只是美国现在 我刚才已经说过 美国这些年来被华尔街的权贵们偷空了 后面华尔街后面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民主党 民主党跟华尔街是汗血一气的 把美国给掏空了 美国现在需要修养生息 所以美国最新出的那个战略报告 它不是进攻报告 它是美国一个收缩的一个报告 它变得很轻 它要回来 就是我们还记得洪湖刺卫队那个韩英说话 当我们要打敌人的时候 我们是把手伸出去还是把拳头收回来 再打出去有力量 大家记得这句话吗 美国的这个战略报告是把拳头往回收 等美国把商鸟好了 再去出拳 那么这个香港问题呢 这次实际上是逼着美国在拳头收回来 准备好了往外打的时候 让美国直接把这个拳打出去 这是美国的难处所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现在对中国在科技经济 军事等一系列方面采取的行动 但不要忘了 这些东西全是冷战的东西 全是冷战的战略 如果美国摆开了跟北京做冷战 北京绝对不是对手 北京现在只是说在某个阶段性的这样一种 战争中 在一个战役中 他也许能完胜 例如说这次香港 美国人过不出手 北京把这个东西通过了 美国可能要最后没出手的话 没有达到那样的把香港关书区取 这个取消的话 美国确实是美国这次完败 但是我不认为 这次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完败 这个结果就是 就是台湾问题的完败的一个预言 到台湾问题上北京再出手的话呢 美国也许手收回来了 他可以把全都打出去了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 中国在全世界最得失的一个阶段 而美国在某个意义上 当然中国这种得失 他也有内伤 对不对啊 他准备利用这样一个 独特的一个机会的 搞一个触击 争取拿下一拳 美国恰巧又在收手的阶段 这是北京出手的时机 这是美国问题 但是我呢 如果这个 如果北京在这次 在香港问题上 把美国逼到墙角 那么我认为 美国跟中国的这样一场决战 不可避免 甚至要提前来到 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看法 欢迎大家批评 好 请这个我们的观察员 出来讲话 今天是不是放假呀 很多同志都不在了 应该是啊 有人举手的 黄海同学 黄海 OK 谢谢何先生 谢谢小平先生 我说两句吧 我说说关于这个 中美对决 啊